实验8 电流天平 实验目的 了解通过螺线管支电流大小与管内所产生磁场量值的关系 实验器材 每组使用 1.电流天平一具 2.空心螺线管一具 3.直流电源供应器两具 4.安培剂两具 5.滑动式可变电阻两个 6.电子天平一座 7.方格纸 做重物用若干 8.工智尺一把 9.导线附接头八条 10.剪刀或美工刀一把 实验步骤 1.测量U型电路短边直导线的长度L 2.准备数个一具锁部重物 3.将电流天平U型电路的一部分插入螺线管内 4.调整螺线 4.调整螺线N 使电流天平乘水平平衡 5.电阻接上前先调制最大 6.在E电路图将直流安培剂可变电阻接上电流天平与螺线管 7.接上直流电源调整可变电阻 使流经电流天平的电流I1固定 8.至E小重物M 与螺线管外电流天平的另一端 9.调节螺线管之电流I2 6.使电流天平乘水平平衡 6.添加杂帅 9.添加对温大量 并记录重物M及电流I2 10. 改变小重物5次 重复步骤8、9 记录M与I2 做其关系图 11. 一公式求出每次的磁场值B 1. 做B与I2之关系图 问题与讨论 1. 在步骤9中若调节电流I2时 发现电流天平越来越倾斜应如何处置 答1. 若是BC段向上倾斜 则表示电流I2方向不对 应改变I2之方向或I1之方向意可 并减少I2之强度 2. 若是BC段向下倾斜 则表示电流I2方向正确 2. 故只减少I2之强度即可 2. 如何由步骤10之关系图 及公式推之载流导线之磁场量值与其电流之关系 答1. 由步骤7可知 当I1固定时M正比I2 2. 若由公式B等于I1L分之MG 若I1固定时M正比B 由E2得B正比I2 即磁场量值与电流大小成正比 3. 本实验可否用来测定真空磁导率Mu0 假设真空中的磁导率与在空气中相等 答可其主要步骤有2 1. 测量I1、I2及M 2. 将I1、I2及M值代入是MG 等于Mu0乘以N乘以I1乘以I2乘以L 即可得Mu0